那抑郁症的药 因为抑郁药有很多 种类很多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型的药物多了 那曾经的一些传统的药物 那它的副反应就比较大 那么主要的副反应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 内疆系统的一些反应 那么还会出现的像口干 眼睛模糊 抗肝碱的一个反应 那还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体重的明显的增加 心脏的问题等等方面 记忆力的下降 等等方面的一些反应 但是最常见的反应 可能就是未尝到的反应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抑郁的药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能够接受了 曾经我们的医院药 只有精神科医生敢用 因为它的副反应的处理比较复杂 甚至会影响一些生命 那现在是大部分的一些 我们的医科医生 通过一些时当的培训 他不会用到抗医院的药 风险很小了 所以可以说 医院药的副反应 现在基本上大概只有这些方面的反应 第一个 在早吃的时候有一些 胃肠道不舍的反应 就像吃感冒药 吃抗生素 我们也会胃肠道不舍的小反应 这是一个 那有的药 还可能会出现一点点 体重方面的增加 那么有的药会出现 体重方面的减少 所以它有些是会跟体重 有一点点相关性的一些反应 那么在通常的剂量上面 它一般不太会影响很多的 其他方面的副反应 但是我们作为医生 本着安全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 检查它的血液系统 来看一下它的肝伤功能 因为毕竟药物在肝脏代谢 在肾脏排泄的 要来看肝伤功能 有没有一些影响 总体来说 抑郁症是一个长层的病 是个慢心病 反复发作的病 所以在药物研发 开发的过程中 一定是安全第一 很多的药物都是考虑到 像治疗高血压的药一样的是 可以终身服药的 所以它安全性非常高 所以这里是个密码 那么多的药物 就是因为员 做了一个问题 所以在过程中 那么多一点 这些空间